這尚親米露鑑的鴻鑑 農民也落下車來台中準備清洗分給包裝 要送去台北市場打賣囉 今年又去鄉美鳥的環境水庫 受到氣候影響山龍減賣三聲 不過這米露鑑今年的龍並沒有減 又增加一聲 今年的山龍比英年來講是多一聲多 一層多這樣 有什麼會多啊 其他的環境流聽說都減耶 可能是氣候剛好會害他啦 在開火的時候天氣好啊 山龍結構越來越好啊 在感覺裡中 多數的農民所在前的米露鑑跟鴻鑑 山龍都是真正的 農民中美會表示 這都是開火期早到晚的關係 在米露鑑那一陣子都大聲開火啦 那些沒說像葡萄油也早開火啦 那一陣子都沒在路上就沒有去 那像這個鑑鑑也是沒有在路上 開火就結構了 我們這陣子國慶鄉的米露鑑到牧國時 當時在出 那因為今年是賣到過年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它的高級生產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米露鑑到牧國今年都現在當時在出 很豐富 這米露鑑今年雖然山龍鑑到 不過在台北爬的市場上 介紹一公斤 又比九年多二十塊 國慶兵農會表示 這也能看出國慶兵所生產的農產品品質都不錯 米露鑑平均差不多五十六十左右 同樣都差不多這樣計算 比九年有比較好一點 好差不多二十塊左右 這陪伴吃很多米露鑑 今年在台北爬22度 它非常非常豐富 農會也再次邀請大家 做回來高興吃上青當時的米露鑑 其中真心 藏不到